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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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时 苗族六管卢生居然演奏不了人们耳熟能详的东方红乐曲 明镜与点栏目 2012年3月 明镜与点栏目 大黄片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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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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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最关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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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生的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空竹与点栏目 空气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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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键与点栏目 延长栏目 栏目 整个栏目 栏目的制作过程 栏目 栏目的栏目 栏目 以及物性的栏目 栏目的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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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 栏目的栏目 栏目的栏目 栏目 栏目的栏目 栏目的栏目 栏目栏目 栏目的栏目 栏目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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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栏目栏目 栏目栏目 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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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栏目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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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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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 东丹杆 苗语的意思就是 星星的儿子 东 1950年10月3日 固满15岁的东丹杆 在中南海怀仁堂 向中央领导做了献礼演出 这是苗族卢生艺术 第一次出现在首都舞台上 有一个新疆的老头 就是说那彩东方红 表演东方红 当时我很想用我的卢生 吹东方红 怎么吹也吹不出来 当时的卢生就六个音 音很少 没有高音低音 吹不了东方红 我当时差点把卢生 走断了我的卢生 怎么这么少的音 我都一定要改 要把卢生改成有些东西 能够吹东方红以外 还吹一些中外的曲子 从1956年开始 东丹杆在苗族六管卢生的基础上 设计了一支八管卢生 加了两个音 使音域由最低音到最高音达到了11度 后来东丹杆又设计了一支十一管的卢生 使卢生由五声音阶 一乐成为七声音阶的乐器 打破了传统卢生的局限 1960年 东丹杆研制出了13管卢生 第一次使用无名指演奏 从而突破了卢生 只能用六指演奏的局限 直至此时 卢生才真正被列为独奏乐器 1962年 东丹杆用改革后的新卢生 在上海音乐学院等音乐院校 开创了卢生演奏和卢生舞课程 被评价为 与刘天华开创二部专业 有同等奠基意义 同一年 东丹杆在苏州民族乐器厂 研制出了18管21个音的卢生 采用较为科学的音位排列后 解放了两个无名指和两个小指 能够使用十个指头 分别按21个音孔 使演奏技巧大为提高 改良的卢生 去吹明天的照样吹 一样的没有辨位 所以当时我们讲的 就是主要是这个问题 一定保持民族民族的息事 预设 这个指法保留 台里市周西镇的卢生 制作艺人潘华明 在前辈的基础上 对卢生继续进行了改良 2003年 潘华明尝试着 将卢生改良到19个管 发19个音 增加了两个按键 按键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它主要就是增加音 如果不加这个爱键的话 它卢生的表现率比较轴 所以体积大了 你放在两边 这个音管太多了 你爱起来就很难 19管是加两个 21管加四个 目前最多加了多少个按键 在目前来说 我就加到28个 28个人就有10个按键 苗族聚居区流传着这样的俗语 卢生不响 无骨不长 卢生一响 脚底就痒 在古代 前东南地区 山多林密 深山里的女孩子 无论多么漂亮贤惠 山外的人们都很难知晓 于是 为了将深山里的女孩子 嫁出去 古时的苗族同胞 便使用卢生 向山外传递 游女代嫁的信息 吹奏卢生 也逐渐成为了男子弹琴 说爱的必备记忆 久而久之 吹卢生便形成了一种习俗 直至今天 无论哪位苗族男子 卢生吹奏得好 都会备受女子青睐 48年出生的潘柔达 制作卢生 大概50多年了 年轻时 由于酷爱卢生 曾经不惜用 1600多斤木柴 换取了一对卢生 潘柔达的妻子 便是当年被他吹来的 时至今天 卢生依然是苗族人民 生活节庆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作为具有久远历史的 卢生之乡 前东南州 曾经村村寨寨 都有人制作卢生 但是 今天人们生活方式 发生了巨大变化 外出打工和从事其他行业 更为丰厚的收入 令许多村民 放弃了卢生制作记忆 加之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与外来文化的影响 使传统的卢生制作手艺 陷入了传承的困境 据当地文化部门调查 近年来 由于制作卢生的利润 及其微薄 卢生市场越来越不景气 就墨年学所在的村寨而言 制作卢生的家庭 已经由原来的20多家 几聚减少到了5、6家 东丹甘与潘华明等人 对于卢生的家庭 与卢生的改良 曾经使这种古老乐器 焕发了新的生机 然而 如果离开了丰厚的 传统文化滋养 完成了有力之称 那么在若干年之后 当人们再次来到卢生之乡时 是否依然能够看到 热闹的卢生制作场面 感受到原汁原味的 卢生古运呢 这是一种特殊的手艺 指尖牵动 悬丝飞舞 赋予木偶一生命 演绎着五金往事 人间传奇 请收看探索发现 下期播出的大型系列片 手艺第二季之 声细悬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50年10月3日 各民族的优秀文艺人才 齐聚中南海怀仁堂 为中央领导奉献了一台精彩的文艺晚会 当时布满15岁的苗祖卢生乐手 东丹甘 原名杨万选 是西南文工团成员之一 他们向毛泽东主席敬献了一对卢生 一生前东南苗祖洞祖自治州 素有卢生之乡的美誉 2012年3月 我们来到苗祖同胞聚聚的 前东南州雷山县 拜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传承人 莫艳学 出生于卢生制作世家的莫艳学 已经是第四代传人 目前 他的儿子 儿媳 还有两个女儿 与一位女婿 也都从事卢生制作 卢生制作的工艺十分复杂 大致包括选竹子 坐声斗 坐声拐 也练铜 大活命表演了苗祖传统的卢生舞 然而 令东丹甘深感遗憾的是 在当时 苗祖六馆卢生居然演奏不了人们耳熟能详的东方红乐曲 拥有几千年历史的古乐器 苗祖卢生 为什么在新中国的重大庆典活动中遭遇这样的尴尬呢 据文献记载 早在唐代 宫廷里就有卢生演奏 当时 卢生被称为 朴生 在我国 只要有苗祖同胞的地方 便有卢生 至至今天 贵州 云南等省的苗族聚居区 劳动之余 或婚嫁喜庆之日 都要吹奏卢生 跳卢生舞 尤其逢年过节 数十只乃至上百只卢生齐名 雄壮红亮的乐声 十余里外 便清晰可闻 贵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支木生斗 砍销打磨 数张铜黄片 断打脆祸 几根苦竹管 拉直钻孔 巧妙安装组合 演奏完美韵律 请收看 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的 大型系列片 是古韵如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尽快乐》 拍摄下宝 《尽快乐》 探索发现即将 《尽快乐》 探索发现即将